第三次,阿俊仁,今天你自己在外面 你看到警察如何? 又是那句,義氣風法 他們的態度是... 其實每一次見到他們,都覺得他們的情緒是非常之... 沒有辦法控制到情緒 今天更加的態度就是立了國安法之後 就非常之...義氣風法 離遠已經是這樣罵人 今天進了餐廳罵人 而且對著記者... 我今天直播的時候,我想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對著我,很想噴我 即是想噴你 是啊 但沒有噴到 沒有 噴了你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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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 這裡有一個說明 阿俊仁不能噴的 他一噴到就會氣喘 說笑而已 就是... 人人都... 大哥 那個人都被噴過 出過來的 對不對 今天都是... 其實看到是年輕人多 真的是年輕人多 今天是幾件事 第一件事,剛才提到警察的樣子是怎樣 另一件事就是... 都是一樣的 沒有可能警察會臨戰 不會變的了 不會變的了 但是今天就有一個警察應該被人刺傷了 噢是嗎 這麼刺傷的情況就是因為他嘗試去拘捕那個人 然後市民就去保護那個人 其中一個人應該是有一把刀 就刺了他這個應該在膊頭那裡 是一件這樣的事 另外就是什麼呢 另外就是在這時代廣場那裡 沒有拉那麼多FA 有FA會幫你包殺的 是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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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成立廣場那裡 又是... 變成一個... 就是... 封鎖的地方 那我就... 我不敢說 因為... 就是我看網上的那些 裡面好像有槍聲的 是 是 但是... 即不一定是那些... 是那些... 胡椒... 那是 所以大家去看看那裡 但anyway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在第一次已經講過了 今天那些... 大家見慣見熟那些樣子 有部分就不在那裡 那我推測過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舉例子 譚之傑 他今天就交了給廢告陳 因為他自己在選中 即是... 他是參選的 那他是不是說... 即是... 我們這個估計的就是 他會不會因為... 已經想... 怕在那個... 參選的報名之前被捕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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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他現在還在那個... 那樣... 那樣... 我要確認 因為這是一個多小時前的消息 那樣... 那另外呢... 那就是...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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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那到八點鐘呢 那就是... 那有九個人呢... 就被控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法 其中一個就是因為他身上有一支中華民國的國旗 即是他沒有戰略出來的 在身上有的 就被檢控 這個應該是今天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 因為據我的了解 其實你身上有任何東西 那是可能你自己純粹作為一個私人的欣賞 或者你有紀念品 或者純粹你覺得那件事是你自己的護身符 你一天沒有戰略出來 其實就沒有理由要拘捕你 你為何不等他展示了你才拘捕呢 因為他們是真的打算展示的 即是據我所知 那你就做這件事 那現在就是 有人如果一個不醒目的 他帶著這些東西 然後在街上很容易被人隨時被人拘捕 那現在已經在發生這種情況 那另外一個我不明白的 Julian要解釋一下 我看到一支是藍白旗 藍白旗也是現在獨派 他們創立出來 代表香港的旗士 即是有支這樣的旗 主觀任意 主觀任意 這樣去入罪人的一條法例 所以為什麼他會毀滅香港這個司法系統呢 就是一個這麼違心的法例 設定了出來 還要避免香港的法例 那就是香港實施 那其他國家 他們來到香港之後 就是其他國家的 不要說公司 institution business 那來到香港之後 如果他做過一些生意 例如說是跟很多大陸人 會賺大陸人的美金 會賺大陸人的美金 對中國 構成一個金融安全問題 他被人拘捕 被人拘捕 都是遲早的事 所以為什麼 你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這些人都不會來的 是的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這個國安法 對於外資和香港的商界 是一個系統性 根本性改變 就是說 這個國安法最大意義 是將市場上看不見的手 變成中共 以後這個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 不再是供求定律 而是中共 沒有的 他現在基本上 剛才我們提到的證券 大部分都是中國的 外資和香港的節目很少 例如說 就算高盛、JP Morgan、大摩 他們遲些都要走到一旁 是的 我們今天看到 就是說最重要的事情 譬如說 人們會問 究竟有多少人呢 以往是很虛陰的 譬如說去年相同的時間 就算去年是今天 也有幾十萬甚至一百萬上街 不然立法會也不能進去 是的 但是今天你就看不到這個場面 你會看到很多 你會看到三十多 後面這個 應該是在那個橫階上 如果我沒有看過這個 應該是近乎差點坊 如果我不能看得到的話 那你去分析這個人數的話 有些人就說 今天大概是幾十萬左右 三十多萬 或者四十萬左右 相比在去年那個情況 是大幅下降的 那你就 這條法例是否產生震懾的效果呢 其實林鄭 我今天在記者會上 是underline了 deterrence這個字 deterrence 震懾 震懾 這個震懾的效果 大家不要從我們主觀的角度去看 這件事 你要分開幾個層面去看 如果在我們那個層面 即是我們自己的港人 我們有 這幾年 特別在去年 我們的分析 現在是下降了 而且下降的風度相對大 但是在北京未必敢看法 因為我一直長期有一個觀點 就是說 這個北京的最高領導人 他看這些問題 他很感性 他很關心那些象徵 而 舉例 為什麼這條法例 這麼針對這麼多 譬如這些旗幟 歌曲 符號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這些東西是一時同仁 就是說他除了 你燒這支旗 他會看你的動機 和你效果影響什麼 現在不是 他見到旗已經上頭 所以我判斷的一件事 就是說 他去看這個問題 他不是真的聽完情報 就是分手兩邊 其實有些什麼人 有多少人去做這件事 他很純粹憑一個很感性的感覺 就是 這張圖片 譬如在CNN 在New York Times 在Guardian 國際傳媒 他出來的樣子是怎樣 他會不會覺得很 對他來說是很 很賣他的面子 很賣他的面子 這個是整件事最核心的地方 我們去看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 破壞他的軟實力 是不是這麼說 不是 是他當時的心情 這就是人治 對 人治就是這樣 人治就是這樣 譬如說 那個人那一陣子 他脾氣不好 那法律是嚴重的 就是他這樣 糟了 遲些就在國安法上庭的被捕人士 到時候都會看過法官 他自己的心情 一定是 今天就可以說 他今天 鄭若驊說 他講什麼 是更加不可思議的 真的要用不可思議的形容 就是他講什麼 主體犯罪 從屬犯罪 然後 記者當然是問他 怎樣去界定什麼主體犯罪 從屬犯罪 怎樣解釋 兩個說話 又是無法解釋 因為根本他自己 首先我們也是這樣說 唯心論法律 你是否主體呢 他剛才 我之前在想 可能他說 有些支持者的角色 就不是主體 就是從屬犯罪 就是他的定義 不是的 他說 如果你明知道那個人 是做汽油彈的 你知情不報 或者你跟他保護的話 或者你提供了原料給他的話 你也是屬於主體犯罪 不是訂的 我也是屬於主體犯罪 所以就說是任由他擺龍門 我估計的情況 是比這個更加差 更加差的意思是 其實他自己沒有 在這個法例上 沒有決定權 沒有 所有的東西 是上面給了你 但上面 說的話 只是說那麼多 他又不敢問 他又不敢叫他 去澄清這些 所以就搞現在這個情況 跟證的效果是怎樣 就是看法院審判的時候 那個法官的狀態是怎樣 假設法庭是公開的 如果不公開的話 我們完全無從知道 但如果不公開的話 百分之一百是停留罪的 即是他扔入這個法庭 即是那個不公開的法庭 那他的動機一定要入罪 李家超講到明 就說 有參與過這些所謂 他說他用恐怖活動 他現在是用恐怖活動 這四個字 去Define 現在街頭抗爭 街頭抗爭 他是用恐怖活動去入罪 他說都不是說 一定要坐牢 三年起計 他說輕罪的 有三個類型 三年五年十年 對 三年十年 終身監禁 這樣說 我們再說一下 所謂震懾的意思 如果我們去看這個問題 他第一步 其實他想做這件事 就是 在今日七一 是沒有人 或者是好私人出來示威 他們不敢展示 現在他們覺得 即是會 即是會 即是所謂挑戰的 那個 中共的口號 或者其次 但今日轉動有 有 有 但是少了 是少了 是少了 比以前少很多 譬如說 以前看到牌相倒閣那些 美國旗 今天都有 但你就不會看到大規模 譬如你選擇 我看到照片 你不看到任何那些標誌 但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用這個角度去看 好想不需要你的CNN拍了一張照片 就是只看到那個美國旗 即是香港人在舉行的 他回去看到這個照片 他又有照片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什麼 明白 整件事一直 很多時候我們用我們自己 我們在香港 我們看到 已經是震懾了 還會不會加強壓力 我們不可以這樣推測 是很根據他收到什麼 還有什麼人為什麼 假如他下面的人為一些 全部都是那些 舉了旗 唱這個 他就覺得整個情況 整個情況 都是這麼惡劣的 都對的 這個是很合乎 中式公司的一個現象 出來工作之後 之後就很看到一件事 就是在一些 中國文化比較深厚的公司 真的有很多 大家是會就著那個 大家是 那個額頭 那個老闆就是太陽系中心 大家是 完全是 他的喜好 但是你圍著他的人 是放了給他 他就看到那個世界 因為他想爬上圍 是的 這個是 譬如為什麼會搞出 這個所謂港獨的問題 你覺得當時梁振英 在立法會上 就點名 學院 這個動作本身 不是給香港人看的 這個動作本身 是給北京人看的 就是告訴你 這裡有港獨 你多給我權力 我去打他 或者給我連任 我去打他 其實這個是一個權力 就是一個權力 是一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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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不能說 我們用我們的主觀貪圖 就是已經借了 就是借了 就是借了 就覺得這件事是 完全是這樣的結果 其實不是 因為我很強調 有兩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什麼 第一件事 他覺得震懾的效果 不在我們 標準不在我們 而他怎麼去看這個問題 很視乎他那一刻的 心理狀態 和什麼人為 什麼資料 但是更加重要 如果在我這個節目的角度 來講 就是他這個做法 本身 他觸發到在外國 一些什麼反應回來 令到他有 大家形成一個 所謂互相刺激的一個情況 舉個例 比如說 這個BNO 只能夠三百萬香港人 都可以去到英國 在那裡定居 那中國是否覺得很沒面子 即是他是不是覺得 英國在挑戰他 如果覺得在挑戰他 他是不是會做些事 令到英國覺得 要付出代價 如此這般 其他國家就會看到 其實你現在是 好像一個小孩子 小孩子是什麼 就是你搶走一個玩具 他就跟著 擦地 然後他會搶回你的東西 即是你會看到 整個外交政壓 本身是相當 去到現在這個地位 相當不成熟 是純粹覺得一樣 就是我今時今日 我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實力 我做什麼 你都要尊重我 但是其他國家 不是這樣看 其他國家會看出 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要長此下去 就不是尊不尊重的問題 你會影響到我國家安全 譬如對這些國家的滲透 還有幾個 即是澳洲 加拿大 他們已經有很多 足夠的力量 可以影響到 很多國家的 不只外交政產 甚至內政 現在國家正在暴向這些 即是 因為這些是 cooperate state 是最容易滲透的 cooperate state 以前其實 其實在莫斯科讀書 其中一個項目是關於市場和市場的事件 有兩種 不是 市場的事件 對不起 這個世界責任 如果要用一個市場體系去分辨國家的話 一種國家就是在市場上任何的角色任何的行為者 無論你是商人也好 無論你是政府也好 大家是沒有說哪一個是有一個比對方更高的地位 大家是制衡大家 這個就是自由市場體系 也是以前這樣說的 所以這些商家只要他們集役成球 就變成財閥 就可以威脅政府的施政 是不斷地控制政府 那麼這一種的體系就是專門用來形容 就是西方國家這些所謂的資本主義陣營國家 那麼Static State 主要是由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演變出來的 那麼他們本身的歷史是由一個獨裁者統治的一頁 那麼他們這些國家的體系最大的特色就是在90年代之後 就迎合了這個自由市場的原則 但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政府都是扮演一個有一切決定性的角色 那麼這個就是為什麼 就算是近年這些所謂的BREX 即是金磚五角 又或者是其他一些新興工業國家他們掘起了之後 為什麼他們進入這些國家投資 還會有這麼多問題呢 那麼其實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們是要面對 以政府為一個凌駕市場 政府身為凌駕市場其他力量的角色 就是所大的挑戰 所以如果大家有投資開的話都會明白 那麼中國就是這種國家 但是立了國安法之後 香港的市場體系都是變成這一種市場體系 沒有的 香港是不可以這麼快去轉型 因為我們那個經濟的模式是根深體育很重要 我們習慣了很多 如果你突然間 譬如外資走光 或者甚至通訊本身出現問題 其實會令到香港住開 做開的人非常不習慣 不習慣之後有幾種反應 要麼走 要麼就更加討厭政府 第三種就是兩件都不能做 就很不開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現在你是有走的機會 因為已經開了門給你 那究竟是怎樣呢 下一節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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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